您知道在五都当中哪个地方的人最胖呢 答案是高雄市 高雄的成年人过重跟肥胖的比率高居榜首 而卫生单位研究当中的原因 发现南部人的饮食口味偏甜 还有很多劳动人口误以为工作就是运动 而且呢好多高雄人每天都骑机车 直接停在目的地门口几乎完全不走路 这些都是导致发胖的重要关键 跟着老师生产身体 大家一起动一动 想要甩掉过多的体重 因为根据国民健康局的资料 原本高雄市成人过重或是肥胖比率 仅次于台东县 而五都合并之后的高雄市 肥胖比率更高达43.5% 居五都之冠 可能我们南部地区呢 很多的都是所谓的劳工朋友 那他们每天八小时呢 进入了一个职场之后呢 都是重体力的负荷 但是重体力的负荷 并不代表是所谓的运动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在所有的饮食界里面 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北咸难舔 在过去是怕血压高而不要太咸 但是同样因应现在的状况 其实糖呢也不要加的太多 劳动条件和爱吃甜食 都是高雄市民发胖的原因 也有市民坦诚自己的饮食口味 真的偏好甜食 巧克力 然后蛋糕跟韩国饼干 然后甜的饮料啦 或是油炸的都喜欢 从小就习惯了 那些有些咸的食物里面 他们都会加一点糖 高雄市卫生局同时表示 大部分高雄市民交通工具 以骑机车为主 直接就抵达定点 较少步行活动 也是肥胖原因之一 卫生局希望市民重视自己的健康 已经发起全市减重运动 要让大家摆脱肥胖拥有健康 对按照人口数的一个分配 我们是今年要目标是103.8吨 那这样的最重城市 重量就是肥胖 其实是很不名誉的事 就是应该会比较 比较肥胖容易得到疾病 卫生局目前也规划和业者合作 未来在食品条码上加入热量标示 让民众可以清楚掌握自己的热量摄取 拥有健康的身体 谢谢李宣陈贤坤高雄报道